扶摇成婚后,怀孕生下一子,去名义辰长孙无极不得不接受 扶摇成婚后,怀孕生下一子,去名义辰长孙无极不得不接受 扶摇昨晚的剧情超出了观众们的想象,陪怀和大师兄成亲之后,陪怀因为过度管束任金晨,让燕金晨痛苦不已 时刻思念扶摇,在宫中和扶摇的相遇让燕金晨惊醒,原来这么久最爱的还是扶摇,但是扶摇此时已经不爱燕金晨 而国公齐震和陪怨也同样看到了扶摇的真面目,陪怨对扶摇极度不已,早已经按耐不住命人绑架了扶摇,结果最终的结局也是令人感慨 燕金晨为扶摇而死,陪怨竟被压患刺杀,原本对于陪怨后面有大量戏份的刺客也是吃惊得不得了 而对于燕金晨此刻为救扶摇的行为,让扶摇终身铭记,而长孙无极得知扶摇被抓,也是心急如焚 最后得知燕金晨的举动也是颇为感动,最终当扶摇和长孙无极成婚后,扶摇怀孕生下一子 当时就决定取名一辰也是为了怀念大师兄救自己的情谊 这次粗狼长孙无极也不得不接受,毕竟他救了自己的妻子 路人欧欲刘一飞,身穿牛仔裙瘦了超多,神仙姐姐每回颜值高峰 7月4日,刘一飞献身广州参加代言活动 路人视角下的她,身穿牛仔连衣裙,侧颜精致笑容甜美 一段时间未见,刘一飞明显精简不少,不少网友感叹神仙姐姐受回颜值巅峰 刘一飞把官方还在微头条晒出预览图,好美好乖,心合力十足 现在看刘一飞是不是感觉好受好漂亮 要知道她闭关训练前,她为某时尚杂志拍摄的视频截图看起来还是肉肉的 与景百然合作的新剧《南颜摘笔录》举行发布会时 脸上也是胖出了双下巴的节奏 和教主出席某手表活动还被说推很粗 相比起之前的护背熊腰,刘一飞今日状态非常好 手臂跟腰明显比较纤细 估计与封闭训练有关,有了肌肉,整个人就不服肿了 即使在路透里面,刘一飞也一点不怕 证明她这回是真的瘦了 精修图更是精致清雅,让人不得不感叹她的美貌 现在的刘一飞整体线条纤细流畅 对比之前的照片,起码剪掉了五六斤 胖了好长时间的天仙终于瘦下来了,恭喜呀 不过话说回来,女明星胖了瘦了都是说这玩的吗 刘一飞,请你务必把减肥秘诀说一下 7月不减肥,8月涂悲伤呀